上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马拉松 爆出了特大新闻 肯尼亚选手基普图姆 以2小时0分35秒 一举创造了新的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 并成为史上第一位在正式马拉松比赛中 跑进2小时01分的运动员 但是四年前 两夺奥运冠军的肯尼亚马拉松名将基普乔格 在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 一条6英里长的指定线路上 来回跑了4.4次 约合42公里195米 用时1小时59分40秒 成为全马跑进2小时的第一人 如果有人对这个速度没什么概念 那么本人作为一名公路自行车健将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在平地顺风情况下 竞速骑行5公里的最高平均速度 才凑合达到每小时22公里 而这个人跑42公里的平均时速 居然和健将我不相上下 究其原因 原来有41位陪跑员 分为7人一组为基普乔格破风 这41人也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美国名将切里默 欧洲半马冠军万德斯 埃塞俄比亚好手 巴尔加 1500米奥运冠军森特罗维茨 及日本名将村山洪泰等 同时这每组7个兔子 排列成前5后2阵型 并且前面5人还呈V字队形 这和自行车的一字长蛇破风阵 截然不同 其中又有怎样的原理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 我们请兄弟8人摆成这种造型 将老大夹在中间 然后让他们跑起来以方便观察 虽然他们的跑步姿势并不甚标准 但每个人在移动中都在向前推动空气 如果从跑步者的角度观察 发现迎面气流撞击人体正面后会急剧减速 静压升高 而人体迎风面的高压区 又将吹来的气流推向两侧形成绕流 因此原本平行而来的气流 遇到了前面四个人的阻挡 就会向侧面偏转 使一部分气流不断收敛 游道变窄 游素增加 导致吹向中间领跑者的风速变得更大 之所以让这个人承受最大的阻力 主要是他身强力壮 并且速度更快的气流 能在贴身偏转中 形成更强的涡流 这些不断脱离的漩涡 使他背后的空气出现了向中心运动的较强回流区 其中紧贴后背的空气回流速度超过了他的奔跑速度 而距离越远 回流速度就越慢 因此在他正后方一定距离处 尾窝的回流速度正好和奔跑速度相同 好巧不巧 宝大就在这个位置 因此对他来说 周围的空气几乎是静止的 迎风阻力显著减小 但即使这样 宝大感觉还是不够 希望背后有人一直推他 于是身后还有两个人肩并肩跟着跑 他俩的作用就是兜住前方中间领跑者的尾流 只要间距合适 这二人迎风面的高压区 就能为左右两股正在扩散的尾窝提供动能 使中间的回流速度进一步增大 于是老大背后又受到了窝流的推力 因此这七个人通过前后阵型 魏加在中间的老大制造了 大于他奔跑速度的空气回流区 此人需要克服的空气阻力很小 且受到额外气流推力 因此他在两小时内跑完全马的情况下 不仅没有汗流加倍 就连大气也不见喘一个 当然代价就是苦了这41个破风的兔子 而其中身心最悲苦的就是跑在中间的那个 他虽然最吃力 但路人拍照时却很难给他照个全脸